接下来这位表演欲望强烈的大男孩 在老爷的一路护送下来到演播室 他将带来怎样的精彩表现呢 我是京剧小子毕师考 我今年13岁就读于中国戏曲学院 附属中等戏曲学校 我的专业是打击乐 2011年我和老爷姥姥 从大连来到北京 陪我住在只有16平米的地下室中 就这样开始了我的北漂生活 我每天要练习武功 在别的孩子都在尽情地玩耍 嬉戏的时候 我却在刻苦地练功 这次参加汉字英雄的节目 我也会靠顽强的意志 走向最后 走向终点 我上山之路 我下海之路 我在人间是庞庞的大英雄 我回首期 我目楼上风 看我东方向腾的中国龙 大家好 东北有三宝 人参 慕容 胡拉草 大连也有三箭宝 海参 鲍鱼 碧 诗 考 大家好 我叫碧诗考 现在是中国戏剧学院附中的一位学生 现在是 学习的是京剧音乐 但是你这身上的功夫 不是学音乐学来的 不是 我以前是学京剧的 我从五岁就开始学习京剧 然后上学校就改上音乐了 太好了 那你那些戏文你都熟吗 还行吧 会一丁点 戏文熟的孩子在这个舞台上会占便宜 对 因为戏文里面有太多有讲究的汉字 你打算从戏文里给它出是吗 没有 不知道题目会是什么样的 转身进入汉字第一功 理事考准备好了吗 好了 请听题 请写出 绅士的绅 绅士 绅士 绅士它就不能土啊 它土了 它能叫绅士吗 绅士穿的 你戏里头那都得绫罗绸缎呀 对 从穿的衣服上想 这回差不多应该对了 你这个 你这第一功过得我们这个揪心呢 来看看这道题的证据答案 终于找到了这个绅士感觉 这个字你写对了 请走进 下一功 请听题 请写出 沉渊昭雪的招 能不能给我讲一下这个典故的故事啊 想一想 大概就是很冷的时候上面有了阳光 我不知道我讲的对不对 对 昭雪 说我们这个人平反昭雪 马冬 恶名昭著 对 罪恶昭彰 对 这都是这个 这怎么都跟马冬身上呢 谢谢啊 对 我就等着沉渊昭雪 对 沉渊昭雪 你比窦鹅都冤 对 六月快下雪 是这个 不是 你听刚才马冬跟你说什么 你也不认真听 说 昭雪 昭雪的 一下寒冷的变暖和了 什么都藏不住了 亮 也不对 求助吧 你再想想 你求助以后再拿了 你都没求助了 你两边还有两宫 你可以往旁边走 你怎么不想想规则 这孩子是翻跟腾翻的 就这样吧 就这样 看两格吧 看两格 看命运吧 你太轻易的 就把命运给放 你这孩子 真是不走脑子 刚才大伙这么跟你说 也不认真听 也不认真想 来 回过头来看看正确答案 你都写出了日子 为什么不想想啊 你知道吗 我要落在你手里 我就完了 我本来等着沉渊昭雪 现在你写了个 驱打成招 也就是说 你只能认了臭名昭雪 对对对 这个字你写错了 左右两宫 请选择一个 这边吧 请听题 请写出 边长莫及的边 这戏里头更多了 公主借我金皮剑 快马扬鞭 一夜欢 四郎探母 叫小翻呢 四郎探母 好 到插笔 看正确答案 太荣誉可算写对一个字了 以后上台比赛前千万别翻跟头 炒完关再翻跟头 毕师考 这个字写对了 请走进下一宫 毕师考 请写出 羡慕的木 写完了 嗯 写完了 我们看看正确答案 这个羡慕的木 下面这个小字 一边一点 一边两点 就这一部分 其实可以换成很多 其他部首都可以读木 是吧 对 换成日 就是日木的木 换成土 换成土 粉木的木 嗯 换成马 是那可不念木 念墨 墨然 就是因为上马 就呲那一下 墨然回首 但是从墨音 也就是说墨是它的声旁 咱们说的那些 都是从的这个音 好 木字您写对了 请走进下一步 请听题 噱头 听说过这词吗 没听说过 太难了 噱头的噱 有点难是吗 就是他们找我来 坐在这儿 就是一噱头 噱头这 这词没听过 这没听过这词 我看看能不能写出来吧 是这个吗 不是 这词太惨烈了 求助吧 老师 我那老师他也差不多 也没听过这个词 你求的是哪位老师啊 小学的老师 我们接通电话 三十秒的时间 你好 穆老师 请问一下 那个噱头 是那个噱怎么写 噱头的噱 什么噱头啊 老师 我给您说一句 我们考他的这个字 叫说 他讲的是一个笑话 这个笑话 不过是一个噱头 听说过这种说法吗 我没听说过 噱头 也不一段 噱头 电话可能已经断了 这个字即便他听说过 可能写起来也挺错的 对 来 我们看看正确答案 这就是噱头的噱 噱头的噱 嗯 那个头是哪个头啊 就是头脑的头 噱头 噱头 嗯 这个字你没写出来 你连过三行 这是你的一千五百块钱的 学习基金 来 这是你的 梦想 你的梦想 我的梦想很简单 就是在北京能有套房子就可以了 啊 我的天 你肯定倒出了千万人的梦想 要不然它为什么就落成这样 所以你今天如果要是通了关 马东老师就得去给你弄这套房子 对 对对 那可真是一个大噱头了 我就算完了 嗯 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梦想 我在这个北京上是中国系学院附中 我和我姥爷我姥姥都来北京了 住的是地下室 呃 不是不想住楼房 是还是为了就是最后害怕 嗯 考大学了 考不上了 留学呀 那时候也也 手里也有两个小钱 也能走走出去一两段时间 嗯 对就是 现在就是要一套房 就是别让我姥爷和我姥姥在地下室受罪了 你知道七小福吗 从洪金堡一直到元彪 元华 成龙 七小福就是在西校里学系的 一起挤在楼梯拐角里 学系的 学系就是个苦差事 而且这个孩子刚才有一个逻辑也挺有意思的 你说咱俩钱 万一要是国内没考上大学就留学去 孩子啊 外国那个学也不比中国的学好考 可不是说咱们国家学考不上 你就拿着钱就能留学去 你要真是给你姥姥和姥爷省点钱的话 最好的办法就是你好好学 你不管在中国还是在国外都有奖学金 嗯 就是考到最好的孩子能凭奖学金养活你自个儿 而且能一级一级往上考 所以其实你真是有孝心的好孩子 为你姥 为你姥爷哈 你再加把油 你下回要是能通关的话 这个事就更靠谱一点了 说实话 今天你是折在这噱头这个字上了 但前面那几个字也半半苛苛的 也挺费劲 也挺费劲半半苛苛 说实在 像我们学艺术的这些孩子 文化课说实在 都跟一些读正常的学校的学生比能差一点 学系的孩子文化课他不能差 我也不打算走戏去了 我这后面就是一点点就往影视音乐靠了 最短的一电影剧本三万五千字 一电影剧本正常情况下是五十到六十万字 你知道你这几个字写不出来你就演戏去了 还得找一人给我读剧本在旁边说念给我听 告诉我什么意思 所以那都不是容易就干了的事情 对 但是说实在 像我们学艺术这些孩子 智商高一点的话就不学这个了 天天就五点起床 练这个练那个多累啊 还是假如脑袋好使的话 直接考过青花北大 兄弟 听我说 那些人也不是天生的 没有谁天生比谁笨多少 好吗 对 来 谢谢你来参加汉比英贤 再见 老师再见 观众朋友们再见